这可不是熬好的大米汤 而是保存在水中的白鳞 尝试摇起一勺让它接触到空气 可怕的现象发生了 白鳞瞬间发生自燃 整个画面那叫一个火花四射 在水中尚且如此 那么在现实中白鳞燃烧起来究竟有多可怕 说起白鳞的燃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指尖冒烟的魔术 把火柴盒侧边的打火纸点燃 可以看到燃烧后的盘子里留下了一些粉末 把这些粉末涂抹在指尖开始摩擦 不要眨眼 随着摩擦持续进行 我们的指尖竟冒出了屡屡白烟 原理很简单 打火纸燃烧后留下的粉末中含有白鳞 它的燃点极低 40度就能被点燃 所以手指摩擦生热 很快就能达到白鳞的着火点 进而产生白烟 一点粉末就能产生如此明显的反应 如果直接切下一块白鳞点燃 眼前这个狼烟滚滚火花四射的场景 就是白鳞在剧烈燃烧 此时它的燃烧温度能达到800度左右 虽然与铝热反应的3000度相比 白鳞燃烧好像没那么可怕 但它的难缠之处 在于其燃烧的持久性 以及难以扑灭 用隔绝氧气的方法显然没什么成效 只要接触到空气 白鳞就会瞬间自燃 那如果用水来隔氧加降温呢 可以看到在水的作用下 白鳞确实短暂的停止了燃烧 但是只要把水倒出去 白鳞就会再次开始冒烟 然后在短时间内继续自燃 雪上加霜的是 白鳞燃烧会产生大量烟雾 其主要成分是无氧化二磷 这种烟雾具有剧毒 可以说不论是在物理还是化学方面 白鳞剧烈燃烧的杀伤力恐怖如斯 基于此白鳞又被用来作为军事武器 在战场上大开杀戒 这就是被称为地狱之火的白鳞蛋 看着星光闪闪的 实际上却是死亡在招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个实验就明白了 把白鳞块放在猪肉上点燃 没过多久就能看到肉基本被烧熟 在这个过程中尝试熄灭白鳞 但都以失败告终 而白鳞蛋的残忍之处远比这个高 其蛋体内部不仅有白鳞 还被添加了粘稠剂 在爆炸后粘性物质能让燃烧的白鳞稳定附着 进而点燃其能接触到的所有可燃物 人体内含有助燃的脂肪 一旦粘上白鳞碎片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所以白鳞蛋在国际上被认为是非人道武器 只允许作为照明弹或烟雾弹使用 禁止作为化学武器出现在战场上